剛才教授你所說,靈魂消失了,陸體又在這裏,陸體又在這裏 那靈魂上天堂是否這個意思? 不是,那個意思是一個人,第一,人不是分開靈魂飄出來上天堂 生命在聖經的信用裏面是一個整體,即是不能夠分割的 就是根本身體靈魂諸如此類,這是第一,第二,於是,剛才所說的 所謂死是整個生命的完全完結,完全消失,蒸發了,不知去哪裏 其實根本沒有去哪裏,沒有了就是沒有了,即是整體地沒有了 包括你的身體,其實那個不是生命的存在 大家知道他不動,說話他不聽,打他兩巴掌,他不會還手 即是,我才是,整個人,整個生命已經是完整地了結了,消失了 我本來想做個比喻,不後來問,我想這個比喻的時候 因為我認識了一個人,他曾經全身麻醉過,他時時引用這個例子 就是他說,他的情況就好像一個全身麻醉的人一樣,即是,你那三個小時,你真的不知道去哪裏 其實就沒有了,不過後來我本來想用這個比喻來講,不過我為了要負責任起見,我就問過一個很相熟的麻醉醫生 我問他,譬如人麻醉的時候,會不會發夢呢? 在醫學的報告裏面,知道人麻醉了是會發夢的 即是,人麻醉了也好,人不是完全是完完全全地不見了 所以我就想來想去,他也想不到在人世間有任何一個比喻可以令到我們能夠明白這件事 就是,人不是叮一聲,斷氣那一刻 即是,老婆死亡那一刻,就消失了 所以呢,一定要澄清這件事,因為這是最重要的 我再說一會兒,那樣樣都沒有消失了,那怎會復活呢? 復活是上帝的大能力,大家謹記 即是,在聖經裏面的說法,復活是上帝的大能力 並且,在保羅、在哥倫多裏面的說法,就是 上帝會為我們安排一個新的形體 然後呢,復活呢,一些短暫的復活是很恐怖的 譬如什麼呢?譬如是耶穌十字架那一天,大家記得 即是,有很多屍體,在陰間的墳墓 即是,如果你看《原文聖經》的陰間,在墳墓走出來,入到城 這個短暫復活的情況,那些人都會死的 都不是真正的,即是我們將來的復活 不過呢,如果你要找一個最近似的一個例子 大致上就是,那些人,即是那些屍體,即是這樣說 或者如果我們不用看,那麼恐怖的場合 就是死了大概四天的拉薩路,我們都知道 即是,他是定住一些,不知為何耶穌說了大聲 就是討告之後,然後他定住那些包屍體的那些布 大致上就是這樣走出來的情況 於是,上帝要復活人 我們已經有的個案,我們都見到,比較肉酸些 那些個案,因為沒有新的身體 所以不是一個真正終極的復活 我們將來的復活是怎樣呢? 保羅說得很不清不楚的 即是,如果大家看哥林多的時候 因為他都覺得自己不是很清楚的 即是,如果你看的時候 因為上帝的啟示,其實不是說得很明白的 不過呢,在那個隱隱恢恢的啟示裡面 保羅知道基於上帝的大能,我們將來會復活 並且身體復活 不是我們現在的必流的身體復活 而是一個我們不知道是怎樣 不過是充滿天上面的光榮的一個形體 來復活的 所以我們將來會怎樣呢? 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只知道 復活的生命是一種很快樂的一種生命 並且基於上帝的大能 大家要謹記上帝既然可以 由武裏面創造我們出來 為什麼不可以上帝的大能呢? 將我們由一個消失的狀況來復活呢? 你開始的時候都說 中國人的時候很流行 有一個人死了之後 就發夢夢見他 在希伯來的文化裡面 當然可能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實在聽過很多這些經歷 我們怎麼解釋鬼魂的事情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基督徒的話 一些未信主的人 其實他們有沒有復活這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死了親人之後 發夢 這是很明顯很實在的情況 要解釋就很容易 因為你想想 比如我們有一個朋友 或者一個很愛的人 他過了外國讀書 這樣說 然後你對他日思夜想 並且很想能夠直接見面 不過因為沒有假期 所以去不了探望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也可能會發夢見到他 即是在夢裡面很開心 人家明天就回答 昨晚夢見你 然後他會說 我昨晚又夢見你 大家很開心 聊了很久 不過我們從來都不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從來都不會認為 他昨晚真的走來我的夢裡面 即是真實地存在於在我的夢裡面 原來因為這個 我們那個人未死 我們就容易想 這件事 死了我們就 會將他想成 是一件這樣的事 不過是一個sicological phenomenon 很明顯 這個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希伯來人 基本上 他們是 其實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說 不過希伯來人 很長時間底下 他們說的復活 是說整個民族復活 不是說個體復活 不是說關稅民、馮家柏復 他在說猶太、以色列 這個希伯來民族 來復活 以及得到拯救 這跟我們新約的觀念不太一樣 基本上 我才是希伯來人 所以他們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不會感覺到有什麼難題 當那個人死了之後 他就消失了 甚至 有很長的時間 希伯來人 沒有想過 到哪一天 得屬的日子 這群人會回生 很長時間 沒有想過 向希伯來的世界 因為他們的焦點 根本就不是在想 我死了 那個爸爸 到底怎麼樣 他們是在說一個民族的問題 所以 這個東方的民族 又很有趣 你如果看聖經 你會發現 人最悲哀的死是什麼呢 就是死而無後代 因為對他們來說 後代的延續 是一個生命的延續 即是關稅民的後代延續 這個生哥哥哥哥生這個 基本上是關稅民的延續 所以在當時的民族 世界裡有一個比較強的看法 雖然不是單一看法 因為希伯來的 因為希伯來的很複雜 有一個比較強的看法 就是 只要我是有後代的話 即是我 生命就流傳 即是情況 而第二就是 正常在說 他們關心的 不是關心著 即是 個體的復活 是我們今天關心 新約的人關心 我們今天也關心 即是當然 他們關心是一個民族的復活 所以 他們不會問一個問題 即是當日的人 不會問 會不會是普救的呢 即是所有人都得救的呢 這個是今天我們新約 打後的人會問的問題 即是他們不會問的問題 好了 然後你最後的問題 就是最棘手的問題 不過你好像問了一半 你問了一半 就不太難回答的 你說那些不信的 會不會復活 當然會 不復活 就怎樣接受審判呢 不過問題就是 你當然不是想問到這裏 你當然是想問 那些不信耶穌復活了 然後他們受了審判 到底他們之後去了哪裏呢 到底他們是 回到天父的懷抱 還是去到一個永遠的極刑 即是裡面 一個終極的刑罰裡面 是永遠永遠的呢 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 我想這樣說 因為 為何說很難回答 因為從聖經裡面的描述 的確一些不屬於上帝的人 他不會回到上帝那裏 那什麼叫不屬上帝的人 這個我們還要有時間深究 不過我想這樣說 大體上的看法就是 不屬上帝的人 是不會回到上帝那裏 不過這樣回答 你又會 有很多的神學問題會出現 原因就是因為 你不是說一億幾千年 你是說永永遠遠 上帝自己創造的人 到底上帝會不會 永永遠遠對待他們呢 我想這樣說 在基督教的信仰傳統裡 比較強的看法 就是 有不信耶穌的人 就受永遠的刑罰 信耶穌的人就審判 然後回到天父那裏 在基督教的傳統裡 有些 minor 一點的傳統 就是有些比較微小一點的傳統 就認為不是這樣的 有些傳統認為根本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 有些傳統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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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去 所謂 《小奴信經》 其中一個傳統 其實就是 這一點 就是 這個 這個 我想這樣說 我是說出來 當冷知識 我不是說 我相信這樣 或者你要相信這樣 當冷知識 這樣說 所以今晚很好 冷知識 就是 是冷知識 為此 就是 死人也曾有 福音傳給他們 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 人受審判 他們的靈性卻 靠神活著 在基督教的傳統裡 有一個傳統 是這段經文 加上 《小奴信經》 就是 耶穌死後落陰間 這一段的經文 是有一個 minor的傳統 不過是很安慰人心的傳統 就是 實在在上帝的大能 裡面 和上帝的大愛裡面 即使死了的人 都還有機會聽福音 不過不是我和你傳給他 或者不是幫他洗禮 就搞定 而是 耶穌基督親自 向這些 死了的人 來傳福音 就不是說 死了之後 耶穌回來之前 傳福音 因為陰間 不是一個時間的存在 所以 我才是 有一個 minor的傳統 冷知識而已 你不要相信這個傳統 不過我才是 甚至 有一個小的傳統 來去相信 耶穌基督 是 將會 如果用我們這個時間來看 是將會 來去 向死人 來傳福音 讓他們的 肉體按住 人 來受審判 他們的生命 靈性的生命 卻靠神活著 不過 這只是一個冷知識 因為 如果你要把這個傳統 說成很實實在在 不是很足夠的 正經的理據 就是這樣說 不過正經理據 如果比較強的傳統 就是 信耶穌的 將來就會回天父 道 不信耶穌的 最低限度 就是不會回天父 就是永遠的分割 永遠的死亡 或者永遠的刑罰 聖經上面有記載過 就是耶穌亦容顯光的時候 他的門徒是看到阿伯拉罕 和耶穌一起聊天 如果這樣說的話 會不會有些異人 是不會完全消失的 仍然會存在 可以被人看得到的 究竟那個消不消失 和他的禁禁 和上的關係 有沒有一個程度上的影響 那些不會消失的人是有的 正經提到這樣說 會有些人有一個特殊的 上帝的恩典 令到他沒有 一般人死了之後 就完全消失 那個情況 不過如果我們很基督教 看這件事 我們知道 這些人之所以是這樣的 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你想想 阿伯拉罕 和耶穌側跟釘十字架 死的可能是政治犯 尊貴、異人 諸如此類的程度 應該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 耶穌十字架 死十字架的人 他不是死而消失 那種人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知道 兩件事 第一 不是所有人 不過是絕大部分人 都是死而消失的 所以如果我們說 普遍的案子 我們就可以這樣說 就是 人不是死而消失 然後等待復活 這樣 不過 那些特殊的案子 是有的 正如是這麼說 有些去了 Paradise 有些根本還沒死 就已經被提了 那些人當然不是 上帝整固他 什麼提 你馬上消失了 難道這樣提來做什麼呢 於是這些特殊的案子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來的 不是因為 他們有比我們更加公義 或者比我們更加聖結 於是我們不需要尋求一個 今生要聖結 以及要追尋公義 完全公義 當然我們要追尋 我們才是 我們不會說 不聖結不公義 這個肯定是不對聖經的說法 不過我們追尋公義 追尋聖結 那個背後的道理 不是因為我們想死而 我們馬上不滅 而是我們深信 上帝如果要有些人是這樣 他有絕對的自由 是私下這個恩典 並且我們沒有理由問上帝 為何你給他這個恩典 不給我這個恩典 如果我們這樣問 我們就不相信 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了 什麼叫上帝完全自由呢 上帝完全自由就是 我不需要跟你解釋 我就是那個理由 不是我 不是關世民 上帝說 I am the reason 我就是那個理由 上帝不會用另外的理由 來解釋自己的舉動 如果是這樣就糟了 上帝應該沒有什麼 絕對自由 所以 這個是恩典 最簡單 這樣去說 你好 關教授 我剛才想問 關於你詮釋之後的觀點 有一些應用的問題 想問你 通常我們有一些 什麼傳福音的方法 就說 你今晚死了之後 你有沒有把握 去那個地方 天堂 那是不是現在 我們要修正 這個的表達呢 第一個 這些應用的問題 另外 就很多時候 我們在醫院臨終 跟親友 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努力 就是他相信耶穌 我們都會肯定 問他的信心 就說 你是不是相信 你 死了之後 將會 會在天堂那裡 跟天父一起 那 我們可能要 改變我們的表達 你是不是相信 你死了之後 你會消失 等候 等候 有信心 等候 將會耶穌來的時候 你就回來 這樣 你死了 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知道嗎 這樣 我們是否一定要修正這些 的表達呢 還有就是 譬如說 應用 多兩個應用 就是說 如果 有些單親的 就是剛剛死了 爸爸或媽媽 那 小朋友問 爸爸去哪兒 媽媽去哪兒 那我們又要用這些 新的冷知識去回答他 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看一下照片 看一下影片 或者甚至乎 安息禮拜 那裡有些傳道同工 做 做 衛免 我們 我們 相信 現在 爸爸 婆婆 都在看著我們 這檔東西 那這個又要修改一下 這個表達方法 是不是 最後一句一定要修改 就是 他現在在看著我們這檔東西 這句真的要修改 因為他 不是在看著我們這檔東西 照計 但是他如果真的死了之後 還有東西的話 他都回到天父的懷 裡面安息 還得人看你這檔東西 就是這樣 真的很不安息 還要看著那些人 為我哭 然後我心裡面很想 你不要哭 但又哭不到過去 多不安息 就是這個狀況 不過 除了最後一句 真的一定要修改之外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大家想想 如果從我們在生的人 的時間 的 framework 來看 我們的確 要相信 今天 明天 後天 直到頭七 之前之後 這個人是消失了的 這個一定要這樣 相信 如果我們要Being Christian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 這個傳統的基督徒 就是這樣說 但是我想這樣說 你又不一定要修改那些全福音的時候 你今晚死了之後去哪裡 諸如此類 又不一定要修改 因為如果你從一個死者 就是那個時間的frame 來看的時候 大家想想 我們跳入一個死者 很難想想 不過我們嘗試想想想一下 一個死了的人 如果他是完整地消失 對於他來講 復活 是下一刻的事 你想想 你用盡你的方法 想想一下 因為死了之後 時間都已經殖滅了 對於他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當然不是 時間繼續去 對於他來說 那個復活 的確是下一刻的事 甚至 可能即使我們去修改 你也不要修改 說今晚你死了之後 你知不知道明天去哪裡 不是 今晚你死了之後 你馬上去哪裡 你知不知道 我們應該要這樣說 如果要把這句傳福音的說話 推到極致的話 所以我才是 問題是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對著一個人 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對著一個 我們假定他今晚會死的人 當然他不會 當然也可能會 老實說 就是我們對著一個 死了的人 問他這個問題 的時候沒有問錯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問錯的 你死了之後 你確不確定 你會立刻 回到天府那裏 或者會去不知哪裏 這個沒有錯的 這句說話 不過如果我們對 在生的人這樣說 這句問題 這個問法 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跪到哪裏 你跪到哪裏 死了 免得 說錯 你 太公了 好嗎? 應該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太公現在去哪裡 這樣問就不對 因為是沒有了 因為 你問一個在生的人 他的time frame 是他的time frame 是我們共同有的time frame 所以如果我們問他 你太公 你知不知道在哪裏 這個不太合乎 就是教會傳統 就是這種 引導他錯誤思想的想法 不過我想強調一句 就是這個冷知識 不是新的知識 我想這樣說 這個從來都不新的 就是這個知識 其實在基督教的 教會傳統裏面 這個信念是維持得最久的 不過因為去到不同文化裏面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宗教文化 不同的宗教文化 會用了不同的方式 來去想像人死後是怎樣 然後當我們翻譯的時候 我們有些翻譯做陰間 翻譯到地獄 最遲我們在我們文化裏面 一讀陰間一讀地獄 我們總是想起 這個虎豹別墅 然後想起歐利根 我們想起一個地方 在我們的文化構成裏面 是這樣的 不過這是一個很難避免的 一種想像 不過如果我們要 比較準確一點 來了解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請問 信耶穌得永生 這個東西 有甚麼解釋呢 我們以為信耶穌是永生的 永遠生存的 無論在甚麼方式存在 電子、核子 都會永生的 為何會宣傳消失 真的很難接受 信耶穌得永生 即是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永遠遠 我們的生命是保證不會消散 是這樣說的 並且永生不是死了之後開始 大家知道基督教的信仰 你和我今天 如果我們確實是信耶穌 我們永生從今天開始 原因是因為 上帝在耶穌基督的死 和復活裡面 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以至到我們的永生 由現在已經開始 而永生不是說 總之你現在的生命 是由現在開始 都不會消失的 沒有這麼說過 聖經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不過是保證著 我們的生命 是不至於 跟上帝分離 即是在終局的時候 所以 我們要緊記 信耶穌得永生 是完全正確的 千萬不要不信耶穌 信耶穌會得永生 就是這樣說 但是 得永生從來都沒有 Qualify過 我們死了之後 是怎樣的 因為 正如是這麼說 聖經的焦點 不是在講死亡的 聖經的焦點 是在講生命 是在講我們 在上帝裏面 一個再生 再造的生命 怎樣呢 跟上帝有一個 即是 現在縱然有 有 有 這個 隔膜 即是在生的時候 我們的永生 仍然跟上帝有隔膜 但是呢 我們上帝保證 給一個 保證我們 就是我們的生命 肯定不會 跟上帝有永遠的隔開 永生的意思是這樣 關教授 其實今晚呢 聽見消失這兩個字 都幾困擾 是的 譬如人死了之後 我們在殯儀館 尖養為庸 仍然看到他的身體 在那裡 沒有消失 還有這個消失是 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直到什麼時候 又能夠完全消失 還有有沒有聖經的根據呢 請問 就是 那個 消失是在講生命的消失 我們一定要這樣說 不是說 燒了他的那些東西之後 終於化成灰了 都沒有消失到的 老實說 都變成 Carbon Dioxide Carbon Monoxide 或者變成Carbon 甚至有些地方 消失是在講生命 整全地消失 甚至你可以用聖經的比喻 說 生命已經離開了身體 你看得到的身體 生命已經離開了身體 甚至你可以這樣說 不過那個離開不是說 有些東西飄走了 即是他已經完全喪失了生命的氣息 這個說法 到底他什麼時候才叫正式消失呢 這個大家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死亡的定義 在不同的時段 是有不同的定義的 有時候很久之前 心跳停頓 就叫死亡 發覺不是 原來是老的主幹 死亡才是 不過可能 五百年之後 發覺也不是 是頭髮都掉了 才叫死 就是我們這樣說 可以是這樣的 於是 我們只知道可以這樣說 人 確鑿死了 就生命是完整地消失了 只可以確鑿這樣說 復活的身體 到底是否完全跟我們現在被燒了的身體 是完全不同呢 又不是 所以寶羅是說得含含糊糊 因為寶羅也知道很含糊 很明顯 寶羅自己也承認 就是 那個身體 我們只知道 新的身體 是跟我們今天的身體 是有連續 但是又有斷裂的 就是有continuity 有discontinuity 就是最簡單 就是這樣說 所以 情況 到底什麼時候才是消失呢 基本上 就是 總之 確鑿死的時候 就叫做消失 到最後 有沒有聖經的根據呢 其實我今晚 整晚都在說 在整個聖經的傳統裡面 怎麼看這件事 我不是說 某些神學家怎麼看這件事 所以我跟大家了解 從聖經的文本裡面 那些用字是怎麼了解 然後人死去陰間 什麼都沒有了 到底為什麼 就是作者 就是會這樣說 然後 到底在新約裡面 描述人死去 Hades 那個地獄 或者陰間 到底他的描述 是什麼描述 就是諸如此類 基本上 我才是 將那個聖經的原本 那種的用字 和他怎麼用那些字 就是我們仔細都是去看的 所以 我正正是想 其實如果要引用神學家 講很多神學家的說話 可以引用 不過 因為我們不是搞神學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 擔心一片的信徒 我們是信聖經的 所以 情況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講 基本上講的聖經 比較直接 解釋